第七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领袖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第六章 主题是甲平安与真行法 阿摩斯书写于以色列分裂王国的时候 大约是祖前750到760年间 阿摩斯先是来自南方 受神差遣去向北国以色列宣告神的审判 当时以色列国似乎有一个比较富有生平的时期 因此全国上下都自以为安逸无忧 并未感觉到战争的威胁 更未料到将来会遭遇王国的命运 但这并非是真正的平安乃是甲平安 在我们今天要领袖的第六章 先知策则以色列人自以为安逸无忧 却不知道真正的刑法即将来临 本章一到六节讲甲平安 第一节先知就指出 当时的以色列领袖们 自以为安逸 不知警醒 其实是已经有祸了 第二节指出 以色列人并不比邻国强盛 怎么能够安逸无忧呢 强大的亚述帝国兴起 使以色列国和四周的邻国安全都受严重的威胁 以色列人岂能安逸呢 这里提到的三个邻国的大城市 甲尼又记载在畅世纪十章十节 是宁禄所界的四周大城之一 在米索波达米的南部 哈玛是以色列百部叙利亚的古城 承受亚述的侵汉 记载在王西亚十八章三十三大三十四节 菲利斯人的加特在以色列的西边 先知挑战这些以色列的权贵 要他们往亚兰的北部城市 加尼和哈玛 以及菲利斯的城市加特观看 这些比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更强大的城市 已经受到外敌入侵而往 现在 以色列人也要遭遇同样的命运 可是他们却浑然不觉 还自以为安逸 自以为平安 第三节说他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 坐在位上进行强暴 第四到第六节 讲到他们睡在昂贵的象牙肠上 经常吃最好的牛羊 以音乐消遣 大碗喝酒 用上等的油膏抹自己 把金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 也就是说没有为自己可悲的属灵光景 警醒祷告 这些领袖既没有正直眼光 也没有属灵脸光 这段情形只能招致神的惩治 只能逃避要来的灾祸呢 担着他们的狮子 神就让他们首先承受被掳的惩罚 今天的世界不真是这样吗 一面在罪恶中放纵 一面自我陶醉的先称世界和平 社会进步 不需要神 但事实上人心普遍的不安 社会道德普遍的堕落 征战和强暴的是遍及各国各地 人们却大胆地否认神的审判即将来临 本章七到十字节 是讲要来临的真行法 第四节说 这些罪大的人会是罪先被掳的 第八节提到雅各家的荣华 原是出于神的恩赐 理应来彰显神的荣耀 但这些悖逆的子民 并没有把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 用于爱神爱人 反而用在侍奉偶像 欺压贫苦 他们所有的聪明财富 突然增加他们的罪恶与骄傲 使他们更大胆地去偏行几路 所以神说 我正恶雅各的荣华 要将他们的城交付敌人 使他们失去行恶的依靠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先知描述那将要来的灾祸 非常的可怕 除了那些庇罗的人之外 整个撒玛利亚的城里面的人 十之八九 禁闭杀戮 全家惨造杀害的事情 随处可见 这是他们的罪 所带给他们的惨痛的苦果 先知在第十二节指责 以色列人 他们使公平变万苦胆 使公义的果子变万阴沉 而且喜爱虚浮的事 自夸 所以神要惩罚他们 第十四节说 耶和华万军时神说 以色列啊 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 他们必欺压你们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这里神说必兴起一国 也就是亚述帝国 与以色列人为敌 自哈马口 在以色列的北部 到亚拉巴河 在以色列的南部 都受敌人的压制 大约在先知阿摩斯警告 以色列三十到四年以后 北国以色列就亡于亚述 百姓被撕和被杀 我们现在读阿摩斯书 可能很难明白 先知需要多大的 属灵勇气和道德勇气 去传讲神的话 你可以想象 当时有多少人会说 他畅筛国家 有多少人会觉得 他是很荒谬 神经错乱 甚至可能有人会怀疑 他的动机是不是为敌国工作 是不是为迷惑人心 为敌国宣传 但是先知还是勇敢地向世代宣告 因为他清楚 这是万君子耶和华神说的 今天 神是否也要透过教会 透过基督徒 向这世代说话 有光照 有责备 有指引 有提醒 有呼召 有挽回 然而 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基督徒 也就是你和我 有没有这样子的属灵勇气 起来为主说话 有没有这样子的属灵敏锐度 清除主的心意 你看见这个时代的真实光景 求主开我的眼睛 看见我自己 我的家 我的教会 这个国家 这个世代 是否也像当年的 以色列人一样瞎眼 看不见自己生命的光景 以为平安无事 其实就在积蓄神的愤怒 求主给我们基督徒 属灵的敏锐度 看清楚这世代人 所看不见的真实的光景 求主给我们基督徒 属灵的勇气 说该说的话 阿爸天父 求你帮助我 时刻警醒 逼表面的假平安 蒙蔽了属灵的眼睛 错把真战的时刻 当成安逸无忧的时刻 求你赐给我们勇气 说当说的话 好让这个世代 等人回转归向你 这样你公平的刑法 才会不降临 而你的同在 你原本也赐给我们的丰盛 就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们 当我读这一章圣经时 实在是觉得 先知描述的 就是现今的美国 现今的世代 一方面是物质的空前丰富 科技的高度发达 人们以为自己活在 平安富有的时代 但是另一方面 社会极度的撕裂 道德极度的败坏 黑板颠倒 人类自我膨胀 都以为不需要神 人们灵性低落 社会上黑暗色情 但愿我们基督徒 不像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 不避假平安蒙蔽 而是因看到 若不悔改 神的真行法 即将来临 我们的神 并不喜欢刑法人 祂是首约 诗慈爱的神 祂刑法人 是为了挽回人 我们是神的儿女 知道神是千万不得的 首先要看清这个时代 真实的属灵状况 也清楚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要警醒 要站立德文 要尽力带领这个时代 悔改归向神 因为这是我们 唯一的出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 谢谢你透过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不比表面者平安迷惑 而能真正看清 这个时代的属灵危机 帮助我们能时刻警醒 并做你的代言人 唤醒这个时代的人 来悔改归向你 与我们同在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